这盘棋讲解是五虎下山 2024年的望天一直播间 对手是陈一龙 这一听名字就是个狠角色呀 开局是中炮 对战骑马 红方上马之后 黑方走巡河炮 他的意思是等红方出局 然后他这边一出局有一个闪击手段 红方不上他这个档 挺兵不马这种 看你怎么走吧 如果你非要甩过去的话 他这边这个棋可以对炮 对完之后两个马出得很快 这局也是个快拿出来 所以对方就上当了 他飞向 到这的话红方就挺兵 他还是继续希望你出局 闪击你 那这儿红方不为所动 正常上马 黑方一看 骗不下去了 上边马 这儿王庭一上正马 对方选择一个进兵足 到这儿红方并不急于杀出去 因为杀出去 他可能推炮会又打去了 捡他换掉之后也便宜不大 那么红方先出去抓他一下 就把对方赶走 或者把你牵住 让你不会有这个棋 我再杀出去 黑方他就能躯能伸 闪开了 所以在这儿的话 现在可能还有推炮打的手段 那红方也不着急给他利用 先踩一脚再说 那你要是退回去的话 不站而退 那肯定不行 所以对方再过来顶 这时候红方再踩一脚 利用他 黑方索性对中炮 这样红方也就换掉了 换了之后呢 正常是加中炮 但是的话 对方可能有个金炮去串 因为单体马真行 而且合口打双马 你这边过不去 你往这边走的话 那是个换旗 所以他就先踩一个 抢到这一个先手 不然有队子的机会 然后再摆中炮 跟他杀 这时候黑方进行了补试 红方到这也就踹掉 这里红方的优势非常大了 随时再吃一个组 进度散兵 那么对方出狙 那这儿红方就踩掉了 他的目的是下一步继续打狙 那黑方赶紧把狙长起来 接下来红方一打 黑方把这个狙守住 红方到这儿的话 随时可以扑巢 但是并不着急 这边虽然有四个子 他这里先出狙 而且能出一步 他不出 飞出两步 这里呢 故意呢 给对方一个考验 看你敢不敢 这个平炮打向 因为这个马也上 他要推炮去防守的 一旦你一个炮 打出来 那就没法防守了 这边就空门了 所以呢 全靠这炮撑着 他不敢 他出去 出去的话 红方也是这种骑 黑方还准备吓红方一下 红方正常飞向 但他不飞 因为这个骑 马三金就可以打破常规 刚才说到 只要你敢打 这骑就崩了 这边这个拘役出来之后 这五子归边 虎视眈眈 对方提挡不住 他选择先退 即便如此 红方还是往里点 这个骑走得很嚣张 对方 他就是不能打向 但是呢 这个骑 这边太空穴了 他也不好守 他走的是一个落势 在他看来 你一将我打掉 不就没事了吗 但王天一不可能这么下 他怎么走呢 马四金六 纵身切入 对方的话 暂时如果吃 那这个骑 吃掉 打向的话 对杀将来这边 你也杀不过他 举个例子 到这 他认为 对方这个骑 有可能将军上来 暂时没骑了 比方说 他想这边杀对方 人家这里可以出来 你将的话 他上 看着下一步上马 杀人家 但他这里一将 这边就连杀了 包括你就是捕士 将军出游 边往一将 还是杀棋 所以你无论怎么走 都不行 到这的话 这个骑他也想过去砍 但是呢 还是要输 临场的话 就落个像吧 先不让你踩 下一步骑把你赶走 再说 准备秋后算账 红方入 直接将了还的换掉 暂时没骑 当然红方占优 这儿的话 红方是给他拍了一将 希望你补个事 握上马杀棋 那飞象的话 他踩相还是双眼杀 所以临场他只能补士 不右侍的话 封锁将门了 只能补左侍 看样子这一将 有唯一一个出口 等着他逃跑 红方一将 被地方引出来 接下来这个棋 进鞠鞠杀 眼看这一将杀棋 你想对局还对不了 这马在这里 丢个鞠肯定不行 他选择是进两步过来对局 到这的话 也算是顽强 不过这一将 你一对局 他背个跑怎么办 这都是问题 到这彻底是走不动 对方还在苦撑 上来 结果王天忆直接不去打 黑方到这决定拼一下 但是这个棋的话 来不及 想踩人家鞠 直接一招 平炮比马腿 想都不要想 而且这边顺势是个杀棋 这个势织不起来 到这没办法 只能就认输了 那这盘棋五虎其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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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